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周晚上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整个币圈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从CoinGecko上面来说呢,整个币圈的大盘呢,还是在盘整,对吧 但是作为我们币圈资深人士,我们是玩垃圾币的,我们看到 当然首先我们先会看一下整个币圈发生哪些事情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近有什么热点可以去追踪一下,分享一下,分享不是推荐,是分享 好,那我们看到最后会分享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今天刚刚开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好,那我们先看整个大盘,最近比较火的就是Doge Doge的话,我们知道你关心币圈的话,Twitter都换成了X,对吧 更名为X,马斯克要引爆X,对吧 这我们知道马斯克都喜欢X,什么SpaceX,对吧 TeslaX,什么什么什么,他喜欢X,这兄弟就是喜欢X 然后呢,马斯克转推,对吧,这个是来自于Doge Designer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视频,logo相关的视频推文,马斯克转推了 那我不知道啊,感觉上马斯克要把Doge用在他的生态里面,对吧 可能用在推特上,也可能用在之前用过的,都不是很成功 那具体怎么用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OK,这个是我们说的Doge,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大盘币 你看7点,人家都是跌的啊,他涨了16%,对吧 人家妈的都是跌的,他涨了16%,对吧 其余几乎都是跌的 除了轻链,轻链发了CCIP,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ZKsync上面的Aerrorland被攻击了,被到了好像300万美金 暂停了借贷业务,对吧,Aerrorland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用啊 因为大家都在,叫什么,想要去撸ZKsync上面的空头,对吧 包括我自己也放了钱 还好,我一早已经取出来,没有造成损失 对,我放的是以太,我放了0.5个以太,马上已经取出来 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听说放USDC的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对吧,我们可以看到USDC的liquity现在就一块五毛钱了 这个池子受到了影响 大家在撸空头的时候不要被反撸了,不要被黑客给撸了 好,这是ZKsync上面的Aerrorland的情况 再看一个NFT项目,这个NFT项目相信如果是NFT玩家肯定都知道 叫做Pudgy Penguins,他最近好像出了一个玩具,对吧 而且还冲到了亚马逊的销量第一,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对吧,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也没怎么follow,没想到Pudgy Penguins 竟然可以做到亚马逊的销量第一,对吧,他的游戏 大家可以看看这篇软文更好的了解一下Pudgy Penguins 这个还是蛮强的 胖企鹅,平拍做了什么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些观点 paradigm,对吧,paradigm,paradigm,我们都知道paradigm 以技术为导向的,以研究,以research为导向,以技术为导向 他们请的人都是天才少年,或者是技术很强的人 对吧,或者研究很强的人 他们的员工,或者是他们合伙的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员工吧 因为每个人都很强,都是很合伙人吧 然后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孵化的一个项目呢 叫是uniswap,就是uniswap 就是Hayden Adams的2019年的uniswap 那是在uniswap刚刚启动做很差的情况下 这个Hayden Adams去找了paradigm 然后呢,出至此之后呢,uniswap的V2,V3,V4,包括现在uniswapX 都是由paradigm精心设计的 其中就是由于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人叫做Dan Robinson 另外一个就是flashboards flashboards刚刚完成了6000万美金的融资 估值10亿美金 也是啊,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他们发起了一个群聊 里面包括了很多的paradigm的成员 比较有名的什么Charlie,Noise,什么这个人 他们CTO还有Sam,CZ孙,然后这个白帽 对吧,他们然后一起呢创建flashbox 对吧,还有一个叫做Condient 这个我也不很熟 这个应该蛮有名的,但可能没法币吧 所以,Condent Crypto 对,可能是这个东西 对吧,可能是没法币啊 一个,对,所以就是热度不是很高啊 也是从paradigm这边孵化的,对吧 也是从paradigm这边孵化的 用于web2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应该应该是蛮好用的这东西 对吧,应该是蛮好用的 Credit Wallet Check Balance 对吧,做Service Tokenized US Cheshire Bill,什么来说 对吧,好,那paradigm呢 还是准备继续招全球最牛逼的人 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很牛逼的人 不妨去apply一下他们的job 对吧,去申请一下他们的工作 他们对这些都比较感兴趣 排序器啊,链上游戏啊 应用社交啊,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是社交的 在web2当中是证明了是100%能够做的 而且很淡,对吧 什么Facebook啊,Telegram啊 这些社交,对吧 Twitter啊,这些东西啊 什么时候能够在加密货币圈里面去搞出来 对吧,还有预测市场啊 金融科技啊,什么CKP啊等等 你有兴趣的话去申请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Avalanche基金会的5000万美元的购买 其链上的代币化资产啊 Avalanche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 对吧,他们未来对吧 这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叙事啊 就是把资产代币化,对吧 包括股票、信贷、房地产等等等等 那我看Avalanche的后续 看到这里的兄弟们啊 给你们推,不是推荐 给你们分享一个正在发行的一个项目 叫做Spotdex 这是一个GameFi的一个swap 它有很多东西,包括什么launchpad 对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 这个Spotdex 但是呢它现在直接简单讲一下Spotdex 它玩法比较多 对吧 它万变不离其宗 把它游戏化里面有很多NFT 可以增加yield啊什么的 可以打游戏啊什么的,play trailer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呢马上就要进行他们的代币的job 他们叫做lockjob 我们今天呢以后有时间呢讲一下 这个Spotdex 现在呢我们先讲它的那个代币 对吧 TGE是什么情况 他们叫做锁仓发售 什么叫锁仓发售呢 它一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那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直接进去 现在是在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持续123455天的时间 25号到31号啊 只持续5天的时间 这5天的时间呢 你要把 你要把你的LP 你的Liquidity 锁在这几个池子下面 由以太和USDC的池子 对吧 由以太和UP的池子 USDT和USDC的池子 对吧 WBDC和以太池子等等等等 你把这些池子锁在这儿啊 你就可以获得 它的代币啊 就可以获得它的代币 你看这边锁的时间越长 对吧 一共最多可以锁一年啊 最少锁两周 你锁的越长 你获得代币越多 获得代币越多 这叫做lockjob 这是它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呢 就是 它的流动性的锁仓 对吧 就是7月31号开始 你可以把它的代币 spot spot 和USDC 对吧 锁在里面 你还 你仍然可以获得它的这个代币 对吧 你仍然可以获得它的代币 第一阶段一共有600万代币 第二阶段还少一点 好最后在8月4号的时候呢 它会发布整个代币 发布整个代币 这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运行 运行 你看我这边锁了2000块钱 对吧 差不多可以获得 据说可以获得三 我锁了一年 锁了一年 可以获得52折的 可以获得这个3000个这个spot代币 3000个spot代币 它这里呢也有一个计算器 对吧 如果我估计应该是在1000万美金左右的 初始化市值是有的 也就是2块5 对吧 每个代币2块5 那我3000个 它一开始只会给你一半 就是1500个 1500个乘以2.5 也超过了2000块钱 对吧 所以说这个大概率是可以赚钱的 好吧 大概率是可以赚钱 对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赚钱 对吧 当然 有很多风险 有很多风险 万一合约有问题 什么的 他们经过了审计 对吧 这种审计也讲不清楚 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这个RDO 对吧 RDO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被黑了对吧 对 就一决不正了 对吧 被黑之后基本上就一决不正了 但基本上 这项目也没亏钱 因为一开始就拉了三四倍 对吧 就走了 对就在三毛钱左右都走了 对吧 它RDO的价格好像是七分钱 七分钱 对 三毛钱左右都走了 但后面买人买入的人呢就没了 对吧 好 那这个是spadex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下面 好吧 这是分享给大家 没有任何的 financial advice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